会长 诸位大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是第六讲表的第二部分 那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三善道 那我们知道就算是三善道也是不究竟的 他们还是会有五衰向 然后还是会死舵 然后还是会有三灾 所以六道都是全部都是苦 三界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更苦的 就是三恶道 那这个三恶道呢 要是你真的明白了因果轮回的真相 我们真的是不会再感受恶业 然后呢我们也会真心的念佛 真的发行那个出离心 真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这一辈子真的是要离开这个六道的轮回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是畜生道 那畜生道呢它的类兽呢 是有胎卵 湿化 四种不同的类兽 那第一个就是胎生 胎生就像牛啊 马啊 这个就是腹筋母血 然后加神是三合合在一起的那个胎生 那软生呢就是像鸡啊 鸭啊 像那些有蛋的 然后要孵出来的那个就是像蛇啊 这些都是软生 那再来呢 狮生 狮生就是像在狮气里头生出来的像蚊虫啊那些呢 它们就是靠着氏气而生长的 然后再来就是化身 化身有像龙王啊 金刺鸟啊 这些都是化身 那它们各个的型啊 兽啊 全部都有千差万别 那我们都知道有畜生到 因为畜生都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它们全部都是轮回来的 以前都跟我们一样是人 这一辈子是畜生 那我们真正看到它们 知道它们是投胎转世而来的话 我们就不敢杀生了 根本就是不敢吃肉 也不敢对任何的众生有任何的不敬 那我们在左传里头呢 就有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公案记载的呢 有一个在战国的时代 就是有鲁国跟齐国 那这个齐湘公呢 他是一个不太道德的人 他跟他的妹妹呢 就是有乱人的关系 那乱人的关系呢 可是他又把他妹妹 后来就嫁给了鲁桓公 嫁给他以后又想念他的妹妹 就叫他们两个回来 就叫他们回来回娘家 结果呢 他又跟他妹妹在私通 结果就被那个妹夫给撞见了 撞见了以后他怎么办呢 他就想说 他就找了一个公子彭生 力气很大的一个人 就把他灌醉 灌醉了以后呢 就是让他上车的时候呢 就用他的大力气把他给挤死了 就把那个鲁国的那个妹夫啊 就是把他杀死了 杀死了以后呢 因为这是两国之间的事啊 所以他就嫁祸给这个公子彭生 然后呢 就把这个公子彭生给猝死了 猝死了以后呢 这个公子彭生不甘心啊 所以就马上就转世 转世了以后 过了几年以后 这个鲁香公 他有一天就是去打猎 打猎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只很大的一只猪 就往他那边扑过去 然后他就吓一踏跳 然后旁边呢 讲说啊公子彭生 就是大家一个就是讲说是他 投胎转世 来报仇的 然后报仇以后呢 他吓了一惊吓 就一只鞋子就掉掉了 然后就跑跑跑 然后就跑回去 皇宫以后呢 刚好就是政变 政变的时候 人家已经打到皇宫来了 打到皇宫的时候呢 那他就躲啊躲 他就躲在一个门的后面 躲在门的后面啊 结果人家看到有一个人 他就是只有一个鞋子 一个没有鞋子 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国君 然后马上呢就把他杀死了 所以这只猪呢就是来报仇的 让他去世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做坏事 因为所有的众生 都是跟我们有关系 这辈子我们才会碰得到的 好 那我们相不相信很多蚊虫啊 这些蚂蚁啊 或者是这些众生呢 他们跟我们也是有父母的关系的 也是有很多关系 我们可能都不相信 不过这些都是真实的 那以前有一个尊者 他是有很大的神通力 他呢有一次就到一个村庄去度画 到这个村庄去度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牧羊 牧牛的一个人 他就说尊者啊 我的父亲啊 往生了很多年 那我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很想念他 结果这个尊者啊 他就闭幕啊 关啊 关了以后就说 啊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相信的 然后他说 那你告诉我 我想要看看他 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 好没有关系 我带你去看 结果呢 就到他们家的 那个牧牛的地方啊 就在那个牛堆里 有牛粪啊 牛粪啊 很臭啊 就有很多虫在那边飞啊 他就说 你呢 你就叫你父亲的名字 你一叫了 他就会飞到你手上了 结果一叫他父亲的名字 就马上就跑出来了 所以知道 我们知道这些昆虫蚂蚂 真是由不可商 真的是过去的父母 我们没有缘 不会碰到的 所以真的是 你知道 你真的明白 你要是有天眼看得到的话 你真的是不敢吃众生肉 而且你也不敢杀生 你也不敢杀这些蚂蚂蚂了 好那化身也有很多 是因为人 然后啊 身做这些龙王 或是金刺鸟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安 就是以前有一个大师 他是安世高 他是翻译了很多的经典 以前是安息国的一个太子 后来呢 他就到了中国 叫弘法 然后呢 他那时候就易经 然后他就到 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安 就是他到一个贡庭湖 在江南一带的贡庭湖 那他到贡庭湖呢 他就是那里有一个很灵验的龙王 你只要到那边呢 你一定要跟他摆 不然的话呢 你要是不恭敬的话 你的船就会翻 所以他是很灵验的一个龙王 结果他们 结果这个龙王就说 有一个高僧在过海 就说你叫他找过来 我要见他 结果就把安世高找过去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安世高啊 你前一辈子 我们两个呢 是一起修行的 你跟我是很好的同餐道友 那那时候呢 我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 但是呢 我很 就是 人家只要供养我食物啊 我有一点不太喜欢啊 他那个拖拨嘛 拖的要是拖到不喜欢的东西呢 他就会生气 他就会 他就说这个不太好吃 他就马上就会 那个慢心就出来 然后呢 他就不太高兴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 这一辈子虽然很好的福报 很多人供养他 但是呢 他是一个龙王 然后 然后就跟安世高说 那你既然这么可怜 那你 你献你的身给我们看 结果一献 就是一个 那个龙王 其实就是一个大蟒蛇 那蟒蛇呢 他很 其实很苦的 只要是畜生 都是很苦的 他那个里头 很多的虫子 在咬他的那个鳞 他就说 那他就跟安世高说 我现在很苦 我现在快要往生了 那我不想要再做畜生生了 你可不可以 把我这些金银财宝拿去建庙 来用这个功德呢 超度我 结果他就 在这个安世高就带去给 然后到他的金银床去超度 去做功德 然后呢 后来他就这个 这个龙王呢 就变成一个 他就化成一个美男子的像 穿白色衣服的美男子 然后就到安世高的面前感谢他 感谢你呢 度我离开了畜生岛 所以这个就是龙王转世的一个 在港湾有名的一个公案 好 那我们这个胎卵施化呢 他都是依止的不同的形式去转变的 所以我们说 倒心趋欲静 施化染相处 就是说这个胎生呢 跟卵生呢 他是颠倒的心去有一个境界 就像我们第五讲表讲的 他是男的 他是看到 他往生了以后 中医生他就看到 一对父亲在交构 他就起了境界爱 他就参进去 参进去以后 他那个神士就投进去 就开始就变成可能是鸡 可能是鸡 可能是鸡 可能是牛 可能是马 他就投胎 然后就进去了 所以都是因为有不尽的欲望的境界 起了起来才会投胎 然后呢 施根 施生呢 他只要染这个香气 所以施生呢 他不是真的去有腹筋母血 他是只要有一个气味 有那个施气呢 他就去投胎 然后呢化生呢 他只是知道有那个业力 有那个业力该去的地方 他就到那个厕所 就马上就无有 从无变成有 就变成化生 所以施生呢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看这个苦饿的部分 这个畜生道呢 有很多的痛苦 像说他们有苦意啊 他们要做牛啊 做马啊 所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骑马 或是骑马车 因为他们跟我们都有关系的 他们不愿意给人家骑的 他们这辈子 逼不得已被人家骑的 所以我们就是最好不要去骑 然后呢 那很多呢 都是充实啊 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吃动物嘛 然后可是就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 就是有一个志工和尚 他是天眼通的 他看得到东西 然后呢 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家呢 他们就是结婚嘛 结婚呢 就请了这个志工和尚去 那志工和尚一看 他就说 怪怪怪怪啊 这个啊 孙子娶祖母 朱阳坑上座 六亲锅内煮 你吃母之肉 只打腹皮骨 所以就是他说 哎呦真是怪了 人家在这边骑 这边好像是喜事啊 其实是怎么样呢 孙子娶祖母 那个新郎 他娶了他的祖母 他祖母往生的时候呢 很舍不得这个小孙子 觉得我一定要来照顾他 就投胎到邻家做了那个女孩子 就来跟他结婚 然后呢 猪羊坑上座 就是现在在吃这些酒席的人呢 以前是被杀的猪跟羊 现在他们坐在位子上吃东西 那那个六亲锅 以前的六亲眷属 就是锅子里头这些菜 然后呢 女的吃母亲的 就是看有一个女孩子 他在吃蹄膀啊 很好吃很香啊 吃得津津有味啊 这个开眼的人 就有天眼通常说 你吃的是以前式的母亲 然后呢 有一个小孩子 在打屁股啊 觉得很好玩 那个屁股啊 是他父亲的皮 就是他的父亲 所以就是 所以真的看到的 他就说 六道轮回真是苦 所以就是 公和尚就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呢 这个畜生道真的是很苦 那所以有充实啊 他们会被人杀呀 很多 很多动物 他们就是为了取他们的皮 都是用很卑劣的手段 得到他们的 活生生的把他的皮脱下来的 尤其是那种 像那种 像那种 雕皮大衣呀 那个都是非常残忍的 他们知道怎么捕捉 那个 那个 那个雕皮吗 那个雕其实他是很有慈悲心的 所以他们呢 就会 就会叫一个人 假装呢 受伤或者是很冷死 只要倒在地上 雪里头 然后呢 因为他很有慈悲心啊 他看到人倒在那 他就会过去 然后就会 帮他取暖 然后帮他取暖 人就把他补起来 就把他的皮 活生生的脱下来 所以呢 他们常常是会被人杀 然后护蛋 就是肉弱强食啊 大家互相的杀来杀去 吃蛋对方的肉啊 所以我们说 真的 全部这些都是苦啊 苦的呢 这是怎么来的 业力而来的 所以我们说 或福无门 为人之招 善恶之暴 如影随行 就算是修行人 你看那个 那个安世高的同学 还不是 只是堕了一个龙王 所以是真的是很苦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就是 恶鬼道 那我们相信 恶鬼道的存在吗 所以 其实恶鬼道 全部都是有的 其实他们就住在我们这个空间 只是我们互相呢 不干扰 他们住他们的 我们住我们的 那 呃 其实到处都是有的 我们只是不知道 那在台湾呢 有一个 杨日松 呃 法医 他是专门呢 就是办这个刑事案件的 他就说 他已经碰到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是鬼来帮他破案的 因为那个 灵魂是不灭的嘛 因为都是 他都是存在的 那他就是一个最奇特的案子 就是有一个 一个女孩子 他就是在一个 什么沙伦的海域 海域 海域场 就是那个游肉场 他的头呢 整个身体就是埋在那个沙里头 那这个脸呢 完全这个肉 全部都是没有了 全部都是没有了 那这个 那他们这个尸体呢 就摆在那个板桥的那个 停尸间 就摆在那边 那这个 这个法医院那时候很忙 过了13天以后呢 才去验尸 那验尸的时候呢 那通常验尸 他们前一天晚上 就会把尸体拿出来解冻 但是很奇怪 那个尸体就是不解冻 他就是觉得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尸体就是不解冻 那这个法医没有办法 就投他后脑解剖 解剖了以后呢 就说啊 这个是溺死的啦 他就是泡了很多的水 然后呢 这个肉 舔上的肉呢 就是那些鱼虾 把它都吃掉了 然后那时候 他就这样子 这样子判啦 然后他就回家了 回家休息以后 晚上 晚上就一个人敲门 敲门了以后 他就去开门 开门呢 就一个女孩子 就说我要验尸 所以我要验尸 他就说 我现在没有遗弃 我不能帮你验尸 你明天到派事所去 我再帮你 结果他就把门挂起来 哎不对啊 怎么办 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验尸 然后他就再开门 那个女孩子已经消失了 后来他想说 不对一定有什么冤情 他又第一天就赶快去 那个板桥的那个殡仪馆 再去验尸 他这次呢 他就很仔细 看那个头上的伤 然后他就一直看一看 他发现呢 其实那个不是被鱼啊 虾吃掉的那个肉 因为那个有那个高 高直哥的那种痕迹在 所以他说这个是他杀的 这个是有冤情的 后来呢 然后他就跟那个 他就跟那个殡仪馆的讲说 那个女孩子那天穿了什么衣服 尸体的衣服拿过来给我看 结果呢 就是一个蓝色的运动装 是名牌运动装 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女孩子 就是穿了个运动装 所以就是这个女孩子有冤情嘛 所以他就来叫她破案 所以这个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灵魂是不灭的 所以我们不能做坏事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我们在佛门里头呢 鬼呢有分很多的种类 有多才鬼 少才鬼 无才鬼 我们看旁边这个旁边的部分 那我们看这个有三品九类的恶鬼 那这个是普通基本的分法都是这样子 有多才鬼 少才鬼 跟无才鬼 那他们的才呢 其实就是饮食 因为他们缺的就是饿鬼 饿鬼 就是他们很饥饿 很恐怖 叫做饿鬼 那有多得饮食的饿鬼 有分三类 一个是西式鬼 西式鬼就是说 你祭祀的时候 他可以吃到你的祭祀的食物 他有这个福报 去吃祭祀的食物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那我们祭祀的食物 我们还是拿回家自己吃嘛 对不对 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啊 其实他是有吃 他是吃那个气味 所以他的果报 是跟我们不一样 其实他已经吃过了 那我们拿回来 就是吃我们这个肉体吃的食物 那吸气鬼 就是说 吸气鬼可以吃到你 像在垃圾坑里头的食物 他可以拿过来吃 他垃圾啊 那些大便 那些他都可以吃 因为他 那还可以多残鬼 对 就是还可以吃些残留下的食物 这已经算很好的了 对 然后呢 再来大士鬼 大士鬼就是有威德力的鬼 他们像那种罗刹啊 像那种阎罗王啊 都是 不是阎罗王 像那个 陈皇爷啊 那些都是很有福报的鬼神了 好 那再来少财鬼 少财鬼 就是偶尔可以得到食物 偶尔很偶尔的情况 他们可以得到有食物吃 那有蒸毛鬼 蒸毛鬼 它很惨啊 它那个毛啊 像蒸一样到处成生都是 而且它是会刺自己的肉 然后又会去刺别人的肉 它全身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它吃得到一点点粪便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有偶尔吃得到 不是每次都吃得到 然后呢 臭毛鬼也是 它全身都是很臭很烂的毛 会把它的皮弄得腐烂 然后呢 腐烂以后它还会自己 会因为这个臭呢 会呕吐 所以它根本都吃不太到东西 然后呢 大烟鬼 大烟鬼是它的喉咙 长了那个很大的烟 像浓窗这样子 浓窗呢 这个浓它还会去把它挤破 挤破了以后 所有的鬼还会大家抢着吃 所以它是很苦很苦的 所以这个是少财鬼 它们只能得到一点点那些粪便 那些有的时候才可以吃到 或者是出家人的鼻涕啊 什么什么 有时候可以吃到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呢 无财鬼 无财鬼呢 就是完全就是吃不到 完全就是它这个没有福报吃 所以它完全是不得饮食 那第一个就是 那个是厌口鬼 那厌口鬼 我们都常常听到 佛门里头都是放厌口嘛 放厌口就是这么来的 那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以前那个佛陀的弟子 就是穆坚连 穆坚连呢 他的母亲啊 那他的母亲 就是多道 恶鬼道 就是做厌口鬼 所以他呢 看他 因为他有神通地医嘛 所以他去鬼道 他想要给他母亲食物 他看他母亲这么可怜 没得吃 他就要去供养他的母亲 结果他给他母亲一吃 一吃马上就变成火 他根本没办法吃 吃不到 就一直哭啊 就吃不到 马上就变成火 然后呢 他就跑 他就看到母亲这样 他很难过 然后全身都是焦烂的 吃不到东西 然后他就去问佛陀 佛陀怎么办 我妈妈现在是咽口的恶鬼 然后佛陀就说 现在是七月十五 现在是僧团呢 结下安居的好时光 你就呢 共生 你就把这个 以前拿来共生 共生以后这个功德呢 回向给你的母亲 让你的母亲呢 能够超度 再也不要在这个咽口鬼做鬼道了 好 那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佛门七月十五 都会有余兰盆会 就是因为这么来的 就是因为穆监莲尊者 他为了孝敬他的母亲 那所以我们 那这个 这个穆监莲的这个 这个故事呢 他是跟地藏王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不要误认 以为这个是地藏王菩萨 他不是救母吗 离开地狱 那个是分开来的事情 好 那再来呢 臭口鬼 臭口鬼呢 他就是 很口很臭很臭呢 常常会一直的 因为这个臭气 他自己会一直呕膩 一直呕膩 他根本也吃不到东西 最后一个是 真烟鬼 就是他的喉咙呢 像一根针一样这么的细 然后他的肚子 非常的大如山 所以他根本这么细 根本就是吃不到东西 东西完全就是进不去 所以他也是不得饮食的 所以 所以恶鬼道其实是真的真的是很苦的 不是很好的 那这个他们的寿命是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 你看前面就是恶鬼这部分 下面写说 五百岁此间一月为一日记 所以我们说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就是恶鬼道 给他午餐早餐就是给他两餐 就是初一十五 因为我们人间一个月 鬼道是一天 那他们最低是五百岁 所以五百乘以三百六十五 乘以十二 所以他们一万五千岁 这是恶鬼道的寿命 那他们住就是住在我们 这些可以住的地方 他们都可以住 那他们的苦恶呢 苦恶也很多种 基本上呢 他们是完全是活在恐怖当中的 他们时时有那个鬼族啊 去鞭打他们 常常就是有人追着打 所以恶鬼是 他们我们应该不要怕鬼的 鬼应该怕人的 因为他常常都是处在害怕的境界当中 然后他永远都是饥渴的 他是就是得不到饮食 非常差的那个福报 像我们饿一天半天 八冠在那半天都受不了 他们是长期每天都是饿的 没有一天就是有东西吃的 那我们佛门有说佛陀在的时候啊 有一个鬼子母 就是他有养了很 他生了很多很多的几百个孩子 那他就很爱他的孩子啊 他怎么办呢 他的饿鬼孩子都没得吃啊 都肚子很饿啊 那一个慈爱的妈妈就是 就是跑到人间啊 把人间的婴儿都杀去吃 都杀给他的小孩子吃 然后呢佛陀知道了以后啊 就把他这些几百个孩子 摆在他的玻里头 就是把他的孩子藏起来 把这个鬼子母的孩子藏起来 后来这个鬼子母啊 回来找不到他的孩子啊 很着急啊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 结果就赶快去找佛陀 我找不到我的孩子 然后佛陀说 你找不到你的孩子会苦 那这些人间的人被你的婴儿被拿去吃 那他们怎么办呢 那他就说 那我没办法 那我不去找这些 我的孩子就要饿死啊 我这些恶鬼孩子怎么办 所以佛陀就说好 从今以后我的出家人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失食 给恶鬼到的众生 让他们呢有东西吃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出家人 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失食 我们看师父他们在做 就是他们每一餐 就是会失食给他们恶鬼到的众生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有一点点吃他们就很高兴了 所以他们都是很饥饿的 那这些我们要知道 这个鬼道的痛苦 来自于他们的恶业 所以通常是千贪就是多恶鬼到 你要是贪心很多 所以我们人呢 70%的人都是去恶鬼到 因为通常人就是很贪心很自私 为了自己呢自私自利 那就是所以大家都是多恶鬼 好 那最后呢是地狱 地狱呢它的兽类呢 有根本地狱 根本地狱呢 它有巴热地狱跟巴寒地狱 所以我们看后面这个部分 后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讲这个巴热地狱 所以巴热跟巴寒都是根本地狱 所以这有16个地狱 那我们先看巴热地狱 顾名思义它就是都很热 这里头全部都是火在燃烧 那第一个是等活地狱 等活地狱的人呢 它们一见到对方就打呼枪 打打打打 打到死为止 然后呢就有一个声音叫它们活过来 活过来以后继续打打打打打打 一直继续打下去 然后每天都是在打架 然后呢把互相给打死 再第二个地狱 这个是最好的地狱了 然后第二个呢是黑神地狱 黑神地狱就很惨了 它们就是绑起来 用黑绳子绑起来 然后就在板上面 然后就是呃 全部像排一排这样 然后一排一排的割 一排一排的割 把你的身体一排一排的割开 成一块一块状这样子 然后呢 河山地狱就是 也是很恐怖 就是呃 两个山啊 就是把人啊 摆在中间 就是马上就来压扁 压扁 就是像做肉饼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每个人呢 就是被肉扁 这样子扁下去 扁下去以后呢 又有风把人吹起来又死掉 然后又扁下去又死掉 所以二轨道的苦是非常的苦的 然后再来呢 叫唤地狱 叫唤地狱呢 就是在一个铁的蜂蜜的 一个热锅里头 大家都在里头 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煮 然后没有得休息 所以它们声音就一直叫 一直叫 所以叫叫唤地狱 大叫唤地狱 就是更苦啦 就是更蜂蜜的地方 更大的煎熬 然后呢 它们还要一直去煎 一直去煎 把人就是煎成这样扁 这样子一直去煎 所以啊 好像在煮饭这样 所以真的是很恐怖 然后呢 再来呢 第六个是炎热地狱 炎热地狱 炎热地狱就是 把这些醉人的都摆在醉船上面 然后用针啊 用东西把它串 从前面串到后面 后面又串到前面 就是你一直串 一直串 像在串烧肉这样子 所以不要吃烧肉 因为你去地狱就是这样子 你就变成这样一串烧肉 或者是烧鸟 什么东西都不要吃了 然后呢 极乐地狱 极乐地狱就是一个很沸腾的锅子 你就在里头一只煮 一只煮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 无间地狱 也叫做阿皮地狱 这个就是我们说 最苦的那个地狱 那这个最苦的地狱呢 就是 醉人都是堆在一起 堆在一起 然后皮全部都扒起来 所以它这个皮就是 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然后呢 用火车把它拈过去 一直拈 所以它最后那个火啊 火跟人的身体 已经分不开了 全部就是一坨这样子 在里头 那我们看 这个无间地狱呢 它有五无间 所以我们看前面的部分 根本无间 它下面有 瓜糊写着五种无间 有去果无间 受无间 食无间 命无间 跟行无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去果无间 地狱到的众生呢 你一往生 它们是没有中英生的 直接 所以去果无间 直接去地狱 没有的休息 没有四十九天 就直接去 然后呢 受苦无间 它可能刀山啊 剑树啊 油锅 它是一只受苦 它是不会停的 一个苦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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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苦 然后呢 它 食无间 要是它的寿命是一节 它这一节里头呢 都是要受苦 不会停止的 然后命无间 就是说 它的命没有停止的时候 就是一个苦受完了以后 巧风一吹 又活过来 然后再受 继续 继续再受 然后再继续再受 以后再巧风一吹 又活过来 所以就死死活活 这样子 都不会间断的 然后行无间 就是它的形象呢 它要是地狱有八万游行 这么大 它就感觉它的身体 就是整个地狱这么大 所以它受的那个苦 就是整个地狱的苦 它都要深深的去感受 所以这叫做无间地狱 然后呢 那它们的寿命也是非常的长的 所以在地狱道呢 它们的 我们人间的三千七百余年 是它们的一天 那它们最短最短是一万岁 所以你要长命百岁 地狱是非常长命百岁的 你要去长命 你要去长命 你要那个地方是非常长命的 OK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下面的八寒地狱 八寒地狱呢 就是顾名是非常非常的寒冷 冷到你皮啊肉啊全部都破掉的 所以那第一个就是泡浴 泡浴就是你的身体的皮啊 全部都是红 然后破成浓窗 泡窗 就是泡泡地狱 再来第二个呢 泡裂地狱 就是这个泡呢 皮都泡成泡窗 泡窗就裂掉了 裂开来以后 这叫做泡裂地狱 再来呢 阿叉叉地狱就是说 你因为冷冷到你的舌 你咬紧的牙 然后剩下那个舌头发出一点 很冷很冷的声音 这就是你声音 那个发出很冷的声音的意思 那这个阿破破地狱也是你的舌头 已经没办法出声音 就是唇里一点点抖抖抖抖那个声音 非常的悲惨 然后这个喉喉地狱就是说 你的唇啊舌都没有办法 已经冷到已经烂掉都不能动了 你只剩下那个喉咙发出一点点 那种很悲惨的声音 那所以这个都是声音啦 都是很冷的声音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你的皮肉都破掉了 就变成莲花了 就是成一片一片的莲 肉就变成一半一半的莲花 所以这个悠 第六个是悠婆罗 就是青莲花的意思 听起来很美啊 其实是你的皮破掉了 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变成好多半 变成四半的青色的莲花 然后呢 第七个是红莲花 叫做婆头模 婆头模就是红色的意思啊 就是说你的身体那个皮裂了 这个叫做皮栈露开 露开全部都开了 然后呢就像花一样像花瓣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磨合婆头 就是大红花的意思 就是你红到 红到那个全身都是黑红色的肉跑出来 变成十六瓣啊 三十二瓣啊 无缘量的瓣啊 就是变很多很多像花瓣 可是这个就是你破裂的状态 你破裂一块一块的肉这样子破裂 所以这个地域都是真实的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 业力感召来的 我们的恶业恶念感召来的 所以真的是 你真的明白地域 你真的要是看到 你是不敢再骂任何人了 也不敢说任何的坏话了 OK好 那这个就是地域 这是根本地域 所以根本地域 有八热八寒 然后加这个 静边地域 就是第十七个 然后孤独地域就是第十八个 所以我们说有十八成地域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家要是问你什么是十八成地域 你就要说 八热八寒 静边地域 跟孤独地域 好 那这个静边地域呢 静边地域呢 它就是十六油 它是有十六个油层 什么叫静边 就是根本地域的旁边 叫做静边 根本地域的这个八热八寒的旁边呢 东西南北呢 都有这四个地域 所以叫做十六油层 这个十六油层呢 这个从根本地域出来的众生 它会看到 它本来 它一出来 哇 它看到有阴 因为已经全身烧了这么久了嘛 它一出来看到 哇 好阴凉的地方 像树荫这样 它很高兴就跑过去 结果没有想到是 汤未坑 汤未坑 又是火坑 所以它又要去火坑受苦 那这个静边地域还是很苦 然后它从这里出来以后呢 它看到河流 哇 河流 因为一跑进去 原来是屎粪泥 就是尸体加粪便 然后热乎乎的 你就跑到里头出去 然后呢 很多虫子会咬你的 让你非常的痛 然后呢 你又看到一片 轻轻的草原 哇 草原 结果呢 是利刃园 就是全部的草 是刀子做的 你踩上去 全部你的身体就是烂掉 被割的一块一块的 走一步就是烂一步 走一步就是烂一步 没有地方休息的 再来呢 你看到哇 森林 很漂亮的森林 结果是剑叶林 结果是剑叶林 全部都是兵器做的那些树 所以就割得一块一块一块的 所以这个本来是说 这个静边地域 它的果报呢 是比根本好一点啦 就是它的痛苦少一点点 不过还是很痛苦 好 那最后呢 就是孤独地域 孤独地域呢 它是它没有定处 它没有一个地方 但是它在山间啊 树 树水林当中啊 或者是旷野当中啊 其实都是有地域 我们肉眼看不见 像有的出家人 他们会看到说 在那种喜马拉阳山 或是很深的山里头 会有石头 石头里头 会有那种青蛙跑出来 那个就是在受孤独地域的痛苦 就是一个人独独活在那个石头里头 那比那些的好啊 对 然后青蛙 然后你知道他们 你碰到真的有羞的人 他们会跑出来 就是喊他们的苦 然后你知道很多时候 还有他们说 有的扫把 扫把都是神仕在里头 很多器具 我们日常生的器具 其实是有孤独地域的众生 在里头受苦的 所以你可以帮他们念佛 所以这个无仙地域呢 它是非常的苦的 所以这就是十八成地域 那他们的苦二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不过有火坑 有煎冰 有刀山 剑树 然后呢 碾味 碾味就是石磨 把你磨成烂烂的 像肉饼这样子 然后霍汤 霍汤就是油锅 就是油锅地域 那再来呢 肺屎 就是肺腾腾的屎 你就在里头泡 那最后一个河山 河山就是像综合地域 就是把你压扁压扁 像肉饼这样子 那这个 我们要讲这个肺屎地域 就是肺腾的烂屎 这个是雪公老恩 是他最怕的 因为他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 蛮 他喜欢拔刀相助 很喜欢跟人家打抱不平 然后做很多 也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那人家就劝他说 你不要再造恶了 你可能要下地狱了 他说 他就说我地狱我不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这些 他就觉得他自己年轻了 就觉得都不怕 然后结果 后来他研究佛经 研究佛经 看到这个 废屎地狱 原来你要在 沸腾的那个屎里头 在里头泡 然后泡了呢 还有很多的虫 会钻在你的身体头 钻进去就钻出来 钻进去就钻出来 他想说 哇这个真的不是忍受的 所以他就是 因为这个关系 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发心 改过向善 然后开始去 快逃了 所以他就 所以他也是有 他其实也有坏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改好了 对 好所以这个就是 地狱很多的种类 很难形容 但是呢 地狱呢 他其实都是我们的 真心 我们的傲慢心 我们的习气 感召而来的 所以在地藏经里头 就讲到说 业力甚大 能抵虚弥 其实能深巨海 能丈甚道 这个业力大 你看这个 明白地狱的真相 你就不知道 我们每一个念头 有多么的坏 能抵虚弥山这么高 能深度最深的巨海 能丈甚道 让我们呢 不能够解脱 所以呢 我们要真正的 努力的断恶修缮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每一天都在造业 每一天的一个念头 都要我们要好好的把持 那在楞严经 我们也学到啊 有十种的习气 十种的习气 它是地狱的业因 那这个全部 当然是坏的习气 就是我们妄想 所颠倒 所生的习气 有贪色 有贪财物 然后呢 有傲慢心 我们大家都有说 很傲慢 常常去看人家的过失 不看自己的过失 然后呢 我们都有很大的称灰 不如意就生气 骂人 或是打人都会 然后呢 还有炸 就是虚狂 像你假装你很有修行 在人家面前一个样 背后又一个样 然后呢 狂呢 就是你自己有过错 附藏起来 然后嫁祸给别人 再来呢 怨 怨就是这个称呢 是你表胜出来 不高兴就生气 骂人 这个怨呢 是积累在心里头 不吭声 但是埋着那个怨恨 常常流 就在那边 所以这个也是不好 然后贱呢 贱就是邪贱 自私自利 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邪贱 就是生贱 枉 枉就是你 因为嫉妒别人 可能会污往别人 污赖别人 然后宋 就是我们喜欢真宋 喜欢骂人 跟人家争吵 或是打官司 这些都是十种的习气 我们这种习气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 因为恶小而为之 因为小小的恶 激起来 就是地狱的果报了 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再造恶了 好 那而且我们要知道 这些六道的众生呢 都曾经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要是你知道你的妈妈在地狱 你还会不好好修吗 你还会这么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在 在普贤菩萨和愿品 就说大悲生菩提心 菩提属于众生 所以佛陀他们都是大慈大悲 那你怎么发出这样跟佛一样的慈悲心 你就是要观察地狱的痛苦 你要观察恶道的苦 然后你要知道每一个众生 他们都是跟我们 都是曾经 是我们的过去父母 你就生起那个真正的菩提心 然后菩提属于众生 就是说没有这些受苦的众生 也没有菩萨 就是我们也做不了菩萨 要是你没有看到苦难的众生 所以要施地狱苦 发菩提心 常常的思维 地狱的苦 不要怕 都这么恐怖 我们不要想 你要思维 然后想我念佛 回向给他们 他们都是我过去的父母亲 我每一句佛号 都有众生在我的佛号当中 那你就是一个伟大的菩萨 好 然后呢 我们很快看乙的部分 乙的部分就是互相轮回 你看这个是六道嘛 对不对 这个讲表最后面就讲说 有人天修罗 那这个呢 就是山散道 再来畜生道呢 它是血徒 因为互相的残杀痴嘛 然后地狱道就是火徒 你看像巴勒地狱 然后恶鬼道就是刀徒 他们常常都是被追杀的 那这个六道呢 就像一个大海 三散道就是你大海从头出呼一口气 但是呢 你常常都是在三二道的 而且呢 很好笑 我们去地狱啊 去完了以后出来啊 又马上又回去 因为我们要恶习不改啊 不记得那个苦啊 又常常 所以地狱的众常常都在地狱 我们常常回去的 我们不知道 那个是我们的老家 所以佛说他们不乱说的 真的是我们老家 我们是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 我们现在不明白这个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好不容易这一辈子做个人 所以不能再造恶了 好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的修行 努力的断恶修善 改造命运 那我们在佛家就是说 我们要解禅去福 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 葬所至葬些禅夫 我们让我们得到恶义的东西呢 把它改过 我们就可以离一切的苦 最苦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苦 我们要离开这个苦 那就是要转世成智 转我们的心事所造出来的这些忘习 这些恐怖的忘习 把它转成智慧 智慧就是佛陀 我们的真如本性 就是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大悲心 就是我们那个佛菩萨的心 你就要把转你的行事为你的智慧 这样子就是真正的 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就可以离开六道的轮回 好,那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